真正几人欢 从此轮回一看 红尘几度 好 大家好 我是龙小葵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 花鸟风月的第二期 我们来读一下档 我们上次是到这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荷花姐姐说 你请跟我躲躲吧 荷花姐姐不是这个声线啊 就过了一期都忘了荷花姐姐什么声音了 上一期我们说到 荷花姐姐应该是 是啊 你请跟我躲躲吧 待会儿再出去玩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存档了 对吧 我们上次选的是不躲 然后是我们还是不躲 然后兔子就来了 但是上次我们是没有打赢吗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障碍家族的支持 那个竞舞团难度太高了 好 又是这只兔子 终于找到你了 本兔兔还没吃过成精的狗尾巴呢 是否跳过战斗 这次我们跳过战斗 没事 我怂 好 我们战斗结束 零力加五 哎哟 你和荷花精出了骨 周遭又是一番宜人紧致 你推开树枝 长叹一口气 做妖也做得 喂食不容易 白天躲猪子精 晚上还怕野猪彩 顶着个狗尾巴的针身 一众妖们都瞧不太上 自穿越以来 唯一说得上话的 除了那只鹦鹉 便是荷花精 第一唱 这要怎么唱呢 原来茶字眼红开边呢 什么的 凉尘美景奈何天 他唱的是戏文 好吧 你却听不懂 你却听不懂曲中意 没错 我确实我也听不懂 什么紫啊 红啊 又天的 趁着你云里雾里时 蓝色的鹦鹉 又鍥而不舍地 露在你手上 荷花精唱得入迷 暗自垂泪 荷花姐姐 你别哭啊 怎么好端端地哭了 你一头雾水 还得哭叫 看见这茶字眼红 心中赶上 让凤妹妹见笑了 不知为何 一见你便觉得亲近 便顾不得失态了 隐隐隐隐隐隐 he砍 哥 我心中也早是把你当做自己人 只是如此美景 怎得反而惆苦 妹妹不曾去过人间 不知相思苦 相思那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能让妖精也动情 两世为生 行之于你而言 终是水中月 镜中花 可见却不可闻 不过听说到人间 听说到人间 然后呢 心中向往 不想出谷 你们想怎么样 那么观众朋友们 人间 你现在是在一个山谷里 然后你是一个山谷里面的小妖精 然后你现在是 如果你向往人间 估计你就要去人间了 你不想出谷的话 估计你就在这 什么 变成了一个死宅 出谷 你要出谷 有人说不想出谷 大部分都要出谷 对吧 你们都不想当死宅 是吗 好 那我们 我们要当一个线冲 我们当一个线冲 心中向往 人间到尚可一去 既然来到古代 那随穿越大流 去一趟青楼 为什么呀 为什么让你去人间 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去青楼呢 遇上几个美男 哇塞 这里的青楼里 有没有小官啊 你这口味挺重的 红花精说 妹妹 你得想什么 笑得如此 顿时你反应过来 呸呸呸 才忘记刚才的美男窥了 我 我只是想去人间看看罢了 呀 妹妹要出谷 外面可没有谷里逍遥自在 灵气充沛 寻常妖精 都舍不得离开此处呢 可是就以我的天资 能修成人形 已经算走狗屎运了 就算一直待在谷中 也顶多修成个老花精 抿嘴一笑 噗哧 妹妹真风趣 不过妹妹可听说过 百年前 这里曾出过一个大妖怪 法力通天 无所不能 相貌更是 金氏绝燕 闻名三界 如此厉害 你惊叹出声 但是随即想想自己的 真身行梦 我不过是个寻常不得 我不过是个寻常的 不能再寻常的花精 想来就是修炼个几百年 也还是个狗尾吧 突然落在你手上的鹦鹉 不安的上下扑腾起来 仿佛非常不安 小东西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它突然出哪门子风啊 花音刚落 一段 突然一股莫名的巨大压迫感 降临 连空气都肉眼可见的颤动 风云变色 强烈的危机感出现在脑海里 你心中一惊 但是浑身却连步子都移不动 只能让对方靠近 糟了 难道是遇上了大妖怪 清烟过后 一只猙獰的巨兽出现在 这猙獰吗 这明明是帅哥啊 出现在 呃呃 献出身形 哦 它本来是一个怪兽 然后它现在献出了身形啊 啊 它 它身上驮着一个 哦 不是 我没有理解错了 就是真的有一个怪兽 然后这个 这个帅哥呢 是骑在怪兽身上的 它身上驮着一个伟岸的男子 那双威严而冷漠的 一同 叮 叮 令人不寒而栗 应该是高冷那种 高冷又霸气 仙气 只见对方 落地后伸出手 你身边的蓝色鹦鹉 顿时不受控制的扑腾的翅膀 被抓了过去 阻止它还是沉默 当然要阻止它啦 当然要阻止它啦 你们说是不是 放开我的鸟 我不管你们了 我要阻止它 你要做什么 放开它 区区蝼蚁 不止死活 对方射人的眼睛 令你浑身一寒 蓝色鹦鹉被它抓在手中 逐渐挣扎小了 你心中一咎 焦急不已 果然是五 这不是念白了 果然是五 最厌恶的仙气 不过似乎 又是只 普通的烦鸟 古怪 参见魔尊 参见魔尊 突然两个身影 出现在此人身后 一个冷峻的男子 和一个英气的女子 魔尊 莫非是魔戒之人 可是魔戒之人 怎么会在此 太慢 那四大天王好生难缠 请魔尊恕罪 我等办事不力 回去自行领罚 四大天王 那不是天界护法吗 你心中震惊不已 莫非魔戒 要攻打天界 那英气女子 打亮了你和荷花精一眼 眼神不善地握紧了 手中的长刀 糟糕 这些可都是 惹不起的人物 怎么办 怎么办 拔腿就跑 乙不变 硬万变 怎么办 门存个挡 我感觉我要死 来大家给我出个主意吧 跑 我觉得啊 我是这样想的 我跑的话 我才是个什么 我才只是个狗尾吧 人家这都是什么 魔尊什么的 我哪能跑得过人家呀 对吧 我不如与他们 斗智斗勇 是吧 对吧 我跑肯定跑不过他们 我只能跟他们制斗了 以不变硬万变 来 死就死 智慧加物 看来应该没事 他居然给我加属性 就不会让我死 不然死前给我加个属性 算什么呢 九连 九连是这个女的吧 魔尊 这两个小花精 是做什么的 既然听到了我们的事情 九连 不如杀了他们 听到杀字一出口 你顿时浑身一动 不急 听到他的话 你顿时又舒了一口气 哦 魔尊 他暗日是 原来他叫赤霄 难道你们不曾听说 九重天雀 曾有过一只凡间的蓝羽鹦鹉 赤霄缓缓地放开鹦鹉 莫非这鸟是 不错 想必这就是九重天 执掌上仙那只消失的鹦鹉 这只鹦鹉 竟然跟着他 你急忙接住 有些摇摇欲追的鹦鹉 心中 疑惑重重 什么九重天 执掌仙军 他们在说什么 把我带来头上 有脚的男子 好像也说过 魔尊 难道他是 可他不过是磕 无也想不到 堂堂天女 竟转世成了一个狗尾巴精 还偏偏在此处 天女转世 先把他带走 是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少废话 就连用刀架着你 落在你手上的鹦鹉 猛然飞起来 啄它 破鸟 好大的胆子 住手 鲁儿 快回来 你惊慌间 脱口而出一个名字 鹦鹉 静乖顺的飞了回来 这 是他的名字吗 我怎么知道他叫刘儿 哼 跟我走 我就这样被他们带走了 风铃 何花金又着急又害怕地呼喊你 文言魔戒的三人顿时脸色一变 你叫他什么 何花金顿时惊慌的 不敢言语 转身 便逃进了谷里 赤小转头看向你 那双磨魅眼眸中是怒火 是怀疑 还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他某人抓住你的下巴 哇霸道总裁 你叫风铃 点头还是眨眼 他捏住了下巴 我怎么点头 我点不了头 我只能眨眼 对吧 是不是很有道理 好 眨眼 呱唧呱唧 下巴一阵剧痛 你不知所措地眨了眨眼睛 赤小 微睁了一下 眼眸中有些疑惑 赤小甩开你退后一步 你也配 你心中一颤 如坠冰 叫 如坠冰叫是什么意思 走 摩尊 你不是要进去看看 古已经没有兴致 颜蓉 浮在地上的那只猙獰巨兽 正是长好一声 哦 下意识一抖 摩尊 九连回头 摆你一眼 这什么意思 她是 她是对你有什么敌意吗 这个妹子 她是不是喜欢那个 那个什么魔针 然后 然后看魔针对你感兴趣是吧 你引起了她的注意 所以她就视你为情敌这样子吗 九连擒着你腾云驾雾 越见谷变得越来越遥远 你护着鹦鹉 不禁忧心忡忡 他们不会带自己回魔界吧 你们 要带我去哪 安静些 若再惹得魔尊不悦 谁也保不了你 魔尊 说起来 自从刚才 她听到自己的名字开始 脸色就阴沉得可怕 这位姐姐 我的名字有什么不对吗 叫什么不好 非要叫这个名字 尊上曾有位故人 也叫风铃 更何况 你还是天 尽声 九连 尊上 最不惜多嘴多舌 是 九连白了你一眼 不再多言 你心中越发着急迷惑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什么天女转世 先不说天女 怎么会变成狗尾巴花精 我可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呀 怎么可能是天女呢 花音刚落 琴在巨树上的池香 缓缓回过头来 深邃的瞳孔冰冷无情 若你不是丝黄 无惧将你从这里丢下去 看来 眼下要保命 就非得做这个天女了 存档 好 我存档 我不想摔死 我要存档 你如何确定 你不是天女转世 他刚才有提示 他现在对我表示怀疑 你看这里有个怀疑条 他现在就是 如果我要保命 我就必须得让他认为 我就是天女 对吧 但是咱们确实不是 对吧 就得靠蒙了 哇 哇 这个 我不记得 他还有那个进度条 哇塞 还倒计时 喝下了孟婆汤 不记得前程往事 也是自然 你身边的这只鸟 是何时开始跟着你的 呃 有意识起 这只鸟竟然肯跟着你 定然不会无缘无故 哎 他已经不怀疑我了 他不怀疑我了 莫尊 那位仙君的虫鸟 既然跟着他 此女应该是脱不了干系 应该是准时喝了 孟婆汤之戏 想不到区区一碗孟婆汤 就让天女望得一干二净 人间传颂的 京世之恋 也并非传世中那么坚定 坚定不移 真是名不符实 人间 也罢 吴就带你去人间听一曲 天女恨 我不要去听戏 我要去青楼 京城 没想到初次来人间 竟是被胁迫来的 你惊魂未定地落在屋檐上 看着街上人群蹊攘 蓝色鹦鹉似乎也颇为新奇 在你肩头一蹦一跳 我爱你 我爱你 顿时魔戒三人看向你 面上一啥呀这是 面上 咛咛咛 嘘 刘儿 安静点 猫猫鹦鹉的头 捂住鹦鹉的嘴 你们说怎么弄 我觉得猫猫鹦鹉的头 捂住鹦鹉的嘴 这也太 猫猫鹦鹉的头 蓝色的鹦鹉 安静了下来 你松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自己 为何会叫出它的名字 以后就叫它刘儿吧 赤霄早已收起 鹽绒巨兽 四下扫了一眼 鹰眉微重 不少百姓 打量你们等人 心中暗怕 这位魔尊大人 一挥手就把这座城 灰飞烟灭了 村上 我们许久不来人间 似乎又有些迥异了 不过是些 被轮回束缚繁尘 一宿 对吧 不足挂齿 赤霄神色傲然匹靡 仿若并不把这天下 放在心上 那有什么 才能引起你回眸呢 你心中 不暇思 不暇思所道 赤霄似乎有所觉一般的回头看你一眼 你急忙转过头四处看风景 村上 前面有一家百花楼可以点戏 我不要点戏 我要去百花楼点帅哥 赤霄对探路回来的赤影 微微寒手 等等 百花楼 这名字 咱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 摩尊大人 你不会是要带咱去逛妓院吧 还不快走 酒连喝道 你只好硬着头皮 走向了那间百花楼 来 我带你们逛百花楼 萌兰你在公平打二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青虎妹吗 野处青虎妖 你们刚踏进楼 就看见一片飞飞 哦不是飞飞 迷迷 就看见一片迷迷之音 一声艳雨 你两世重活 也有不得面上一红 酒连青 这次念什么 青 肯定是那个 千 哎呀还有配音 哪来的近男呢 看着不像中连人呢 一个花枝招展 满脸媚太的女子迎了过来 很有眼力的 靠向了面无表情的摩尊大 这还叫很有眼力 人家面无表情了 你应该去找那种 对你眉肥色舞的那种 才对你感兴趣好吗 你的面无表情 等一下你看 等一下有你瘦的 是肖微微皱眉 你心里顿时抹了把汗 滚开 你看我就知道 准备楼上雅座 我们要点一出天女恨 好好 几位客官请 坐上请 客官 要是需要 一定要叫奴家 我跟你说 你是作死 呸 对的女子 真是不知羞耻 姐姐有所不知 诶 她这个名字写错了吧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 对吧 姐姐有所不知 咱们建来了青楼 里面的女子 自然要有职业操守嘛 青楼 此处不是百花楼吗 职业操守又是合物 妖言乱语 上去 文言你刚想说什么 可是转念一想 自己 确实妖啊 酒莲急忙硬下 你四人缓缓落座 不时有人打了着你们 这个奇怪的组合 台上一声 敲锣响 顿时底下几个 客观就不耐烦地 出声道 呦 唱甜女恨 耳朵都听出简了 诶 这不是那个吗 这不是我家西西的歌吗 命定是罗宾名车 是吧 来 丝竹之声响起 只见身段楚楚的女蛋 踩着玲珑碎步缓缓上台 她顺着拍子 婀娜转身 描眉勾画 头戴点催 唱枪 开枪唱道 三千世界 街有灵 这词也对不上了 我这我就快进了啊 我算不快进我也看不懂 唱到此处 有一人叫好 好 真是好一个痴情女子 你也有些入神 刘儿在你怀中 有些不安的争动 女蛋缓缓缓缓缓缓 有些争动 好 配一个 你却久久回味着 原来这天女恨讲的是一出天上才子家人 相爱却无法相守的故事 感谢你的 感谢你的这个 歌词大意的解释 女主角天女和她心爱的男子 本是佛前古灯里 缠绕的灯心 天长地久 却是情根深重 修炼千年化成人形 只为相知相守 怎料一朝群魔作乱 攻上天宫 群仙捍卫 终于击退了魔 而天女心爱的男子 却坠落凡尘 天女被天地收为义女 贵为天女 却是郁郁寡欢 直到一日 有凡人生仙 竟是她心爱的男子 虽已忘却往日种种 却依旧心心相印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 便是团员佳话了 可是 世间横空出了一个法律 无边的妖女为祸 亥及狼君 天女救她 天女救她出生天 自己却终香消欲损 香消欲允 你不由微微感叹 微微感叹 好痴情的天女 好感人的爱情 好恶毒的妖女 你们觉得怎么样 听了这个故事 你们打点点点 是什么意思 你们听了这个故事 我觉得 我想说 好勾选 好感人的爱情 是吧 好感人的爱情 好感人的爱情啊 侄子之手 至死不渝 文言赤消一同威胁 不过世人杜转 爱恨痴蝉 皆是过眼云烟 有何值得在意 文言你暗觉好奇 难道魔尊 就不曾爱恋过一个女子吗 你刚说完 便觉诗语 完了 猛人放下酒杯 伸手的懒入怀中 诶诶诶 霸道总裁来了 死黄 无的事情 何时轮到你多嘴 他有抓紧的 哎呀诶 这个霸道总裁 怎么这么喜欢天下吧 我 我不是 感觉到了危险 刘儿从你怀里 钻了出来 紧张地盯着赤箫 不是什么 死黄 这只鸟可是你痴心千年的月华 月华仙君 送给你的 蓝鱼鸟传情 青丝 未君术 难道你还没有想起来吗 文言你浑身一睁 下意识看笑刘儿 难道我真的是那个 等待千年的 死黄天女 哼 在吴 风魔大军 踏碎灵霄 攻上天宫之前 只要你安分待着 都不会有性命之忧 你文言心中一震 攻上天宫 你 你们裹着 你们裹着要作乱 不错 而到时候 也是你和你痴心千年的月华仙君 团聚的时候 团聚 等到天魔阵前 吴就当着他的面 将你千刀万挂 神行俱毁 也让他尝一尝 失去心爱之人的滋味 你 原来 这就是他的计划 好狠 你心爱的女子 莫非是 不错 她正是故事里那个 围祸人间的女妖 万妖女王 三界之中 唯有他能和吴相配 吴与他 更已有婚约 可是他 却被你心爱的仙君所害 所以 你说吴该不该报这个仇 注意存档 哎呀天哪 咱们 咱们这一期播了多久了 有没有半个小时 差不多了吧 该不该 该不该 这个 我要好好想想 咱们要说该报这个仇吧 他起码现在不会杀我 他起码现在不会杀我 因为 因为咱们 他现在很生气 如果说 你不该 你不该 是吧 他一生气 咔 把我杀了 应该顺着他说 我说 哎呀 你就应该报仇 我支持你 对吧 他先 心情一好 是吧 现在先不杀我 因为他说了 他打算 他攻上天界的时候 才杀我的 我们这个保命 保一天 是一天 有没有道理 不该吗 你们都选二吗 我不 呆 智慧家务 你看 看看 我们先顺着他说 不要 不要腻子 他说 既然 是魔尊的未婚妻 这仇 自然要报 但是 我不过是个小花精 也许是机缘巧合 那位仙君 未必会放在心上 你倒是会为自己开拓 不必多言 赤银 九连 立即回魔戒 魔戒 若真 去了魔戒 恐怕大事不妙 是魔尊 你心中万般惊慌 却只好被他们带走 离开了人间之后 你被赤银等人 带离 尘消处 只见 眼前 风乱叠障 似乎看不到尽头 你不由心中慌乱 要去魔戒 必须经过 此陷空山 你勉强地点了点头 我劝你一句 最好不要动什么歪脑筋 否则立即性命堪忧 嗯 他好像 他好像在 在担心咱们 好 他好像在担心咱们 那咱们就谢谢他吧 多谢姐姐提醒 风铃一定记住 你最好 别再提到你的名字 魔尊听到会不喜 如果是个名字而已 为何不能叫 不可说 不可提 你记住便是 他好像是个好人 我感觉他像个好人 眼下魔戒将近 内心也不由更加焦急 等到自己去了魔戒 还不成了案板上的肉 千刀万剐 行神俱会 你想到赤霄所说之话 不由身上发寒 刘儿在你身边 叽叽喳喳地叫着 蓝色羽毛 被山风吹得颤动 风太大 吹不住了吗 你看了刘儿一眼 心中突然有些想法 若非这只鹦鹉跟着自己 也不会被那毛尊抓起来 性命难安 让它跟着自己 究竟是好还是坏 护住它 不管它 它是我的鸟 肯定要保护它咯 对吧 万一 去了魔戒 不给我饭吃 哦好 我们不讲那些了 护住它 过来 不过一些山风而已 就已经吃不消了吗 亏你还是待过 仙界的鸟 你摸摸它的头 它似乎听得懂你的话一样 表示不满 哇塞 你这还表示不满 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你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怎么突然下起了雪 方才还是晴空万里 你天生 你天生未冷 没想到穿越成腰还是如此 你不由抱紧了自己 刘儿发出鸣叫 这回你俩都吃不消了 现空山自古乃是三界交战之地 天气变幻莫测 也是常事 不知还有多远 也就八百里吧 没有大碍 你是没有大碍 可是咱都快冷死了 赤霄的颜蓉兽 突然停住了步伐 你心中暗暗猜测 莫非魔兽也怕冷 看着风大的 火焰都要给吹灭了 你用蜥蜴的目光 盯着颜蓉兽 赤霄不由奇怪地看你一眼 赤影 你们看好那颗狗尾巴 不要去山脊深处一行 是 尊上放心 一顿时才反应过来 赤霄方才叫自己什么 狗尾巴 自己也是有名字的好吗 尊上 要去找那个传说吗 那不过是个传说而已 尊上已经找了许多岁月 却还不肯放弃 文言 你心中疑惑 这世间 还有魔戒之尊 办不到的事吗 又是什么让他如此寻觅 是否开启上帝视角 啊 开 颜蓉兽 颜蓉兽 所到之处 都陷下深深的脚印 赤霄缓缓落下 轻轻挥手 扫开一片风雪 只见白雪挨挨 空无一物 赤霄凝神细看 霉咒更深 难道传说中 能肉白骨 转生死的九天玄冰关 并不存在世间吗 风铃 乌已经寻了这么久 却终是 不能重见你容颜 这三界之中 还有谁 能像你那般入我的眼 就完了 刚才那个就是上帝视角 风铃 他说的那个 他说那个女的叫风铃 咱们也叫风铃 就是不是一个风字 怪不得他一听 他一听咱们叫风铃 就变了 他觉得 他觉得 你是 你是害死我心爱的女人的人 你怎么配跟她叫一个名字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万里雪飘 人踪 灭迹 你抱紧了自己 不停地喝气 温暖自己 赤霄还未回来 你心意微动 眼下赤霄竟然不在 自己身边只有俩守卫 如果想逃走 只有趁现在了 可是 我该如何做呢 啊 我的意思是 这白雪矮矮的 你能往哪儿跑啊 这是游戏吗 对啊 夺路而逃 央求赤影 央求酒莲 我觉得 赤影跟咱们不熟 对吧 赤影跟咱们不熟 咱们跟酒莲还挺熟的 酒莲 酒莲是个好人 对吧 酒莲是个好人 之前还提醒过咱们 不要做什么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直接跑呢 胜算不大 所以我觉得 酒莲跟咱们都是好朋友了 是吧 咱们 跟酒莲说一声 说 酒莲啊 我想走 是吧 看酒莲什么想法 对吧 反正我存档了 你偷偷靠近 阴气逼人的酒莲 委屈的 低声殃求道 姐姐 我真不是什么天女 求求姐姐 放我一条生路 摩尊之令 不可违抗 姐姐 求求你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你看有几分不忍 你看好人 找对人了 摩尊乃是三界中 最孤高傲然之人 平生 最不喜欢弱小无能之辈 若你能让他刮目相看 也许 能侥幸 留命 也未可知 多谢姐姐提点 让他觉得 为我刮目相看 对啊 我要如何做呢 回魔界 是 摩尊 阿切 话音刚落 你就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脸冻得苍白 但你抬头 正好被 赤骚看到了 狗尾巴 不是四季长青 只需一场微雨 便足以生机 蓬勃的顽强草木嘛 更何况 天女之灵 怎会连这点寒意 都受不住 狗尾巴怎么了 狗尾巴也是生命啊 怕冷怪 咱哪 你 真是的 传言天女 还曾一起 共抗我父亲的 十万魔君 不过现在看 如此不济 果然流传的故事 并不可信 难道 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什么 我怎么可能 自己写这种东西 沉默还是反复 咱们 回忆一下 刚才九莲姐姐呢 跟咱们说 她讨厌弱小无能之辈 咱们要是沉默了 咱们就弱小无能了 对吧 我就要怼你 来 故事里所言 对我而言 皆是旁人的故事 我就是我 我的记忆中 不曾看过魔君 也不曾杜撞过任何故事 微微挑眉 强词夺理 丑花 带你想起那些 往昔记忆 无道要看你 还有没有这番洒脱了 丑花是什么外号啊 这颗赤火珠 乃是无灵力所惠 你将它带在身上 便能不惧风霜雪雨 它会保护你 你真有这么好心吗 我觉得还是 咱们刚才怼了它 一般霸道总裁都是这样的 什么 你竟敢怼我 这世上没有人敢怼我 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吧 你看 有效果了 它都送我礼物了 他居然还会护我 对呀 我也这样想的 魔尊 这赤火珠里面不是有 无知道 无妨 这珠子 仍是无灵气所化 无意念所及 只要心意一动 便知它在何处 这不是在我身上 装了一个那个 GPS吗 它怎么跟我说的一样 我真的是带入了女主吗 我还要点它 我就拿走了 啪 我的了 你将它待在身上 的确舒服许多 多谢 你感激地道得声谢 赤霄并不在意 在你眼前一拂袖 便消散一片风雪 你随它们穿过 现空山之界 踏进了魔戒 魔戒 好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吧 我们到魔戒了 我们魔戒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下一期再开始 好不好 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好 我们就记住 我们上次到了魔戒 存起来 存在这里 那感谢大家收看 本次的这期 晨光游戏 花鸟风月的游戏实况 这款游戏是 晨光游戏的 花鸟风月 然后我们 每天呢 都会有一期 这个 晨光的游戏实况 然后小葵会在里面 稍微配一下音 让大家 这个游戏玩的 没有那么枯燥 然后 对这个感兴趣的呢 可以就是 多关注一下 我的 我的主页 对我这个 每次 这一期播完之后 我都会 把这个压缩一下 然后会上传 如果说 我们现在这个 应该是第二期了 如果没有看过第一期的 不知道 第一期讲了什么 可以去看一下 第一期的那个 视频 好吧 然后如果想看主播 说 我不想看游戏 我想看主播 长什么样子啊 我想听主播唱歌呀 我们今天晚上 八点的时候 好吧 晚上八点 主播呢 会穿古装 然后给大家唱歌 所以说 大家可以 点一下我的 关注 好吧 那就这样咯 那我们这期 就先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